二战日本不败的零式战机,如何变成被猎杀的火机的? 说起二战中最让日本人自豪的是什么?你以为是偷袭珍珠港吗? 不是的,它是日本的零式战机,零式战斗机是日本飞机设计的重要里程碑,零式战机的性能来源是50蓝氢金属合金机身,机身蒙皮多采用轻质的铝镁合金,骨架使用木质结构,这让它的机身重量降低到了一个让人无法想象的程度。 零式战斗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日本陆海军的主力战斗机,从中国战场一直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,整个太平洋战区都可以见到它的踪影,堪称日本在二战时最知名的战斗机。 在战争初期,零式已转弯半径小,速度快,航程员等特点压倒美军战斗机。 但到战争中期,美军缴获零式后,其弱点被研究出来,零式战斗机的优势逐渐失去。 到了战争末期,零式战斗机成为神风特攻队的自杀攻击的主要机种。 零式战斗机是日本产量最大的战斗机。 此机由三菱重工设计,并由三菱重工与中岛飞行基珠市会设两家业者共同生产,总计生产10449架,总数中约有三分之二位中岛飞行基珠市会设生产。 昔日的不败战神后来被美飞行员戏称为猎杀火机,为什么短短的几年时间你会有如此大的落差呢? 零式战斗机在二战中前期取得了娇延的战绩,这也让日本军部固步自封,以为零式战机是无敌了,这也延误了零式的换代。 无论是中途导战以失败还是三本五十六个死,都没能让日本决策层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。 在1940年,枯越二郎就意识到必须要开发临战的后继机行了,然而对眼前形势完全满意的日军大本营,却并不愿意投入资源开发临战的后继机型。 优点,零战于1940年首次出战时,零战的卓越表现是他无血色于世界上任何优秀的战斗机。 速度、航程、爬升率、机动性和可操作性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件日本海军首领无敌的战机。 但零战的优势,也是他自身的弱点所在。 由于对重量的要求,也省去了装甲防护,而且由于大量铝合金的采用,导致机体极容易燃烧和解体,生存力不好。 这也是当时所有日本飞机的共同弱点,所以日本飞机多有空中打火机的美称。 但由于战争初期零战相对性能过于优异,因此弱点并没有暴露,而且通过飞行员素质和机动性能可以完全弥补。 战争后期,美国已找出抗衡零式的战法,以打带跑或萨棋检等编组方式取代单纯的循环缠斗,让补充速度不佳,滚转率也不高的早期零式战斗机无法与之抗衡。 再后来美国人研制出了喷火战机,喷火战斗机是英国维克斯·休霍马林公司设计师米歇尔以飞升四海的S系列竞速飞机为基础,按照英国空军的战术、技术要求,于尔战前精心设计的活塞螺旋桨战斗机。 其原型机在1936年3月5日是飞时,速度达到554千米每小时,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,立即引起英国皇家空军的注意。 喷火式战斗机是英国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,稳定性较佳,可以大大减轻飞行员的负担。 零式战斗机是太平洋战争日本海军的主力战斗机。 零式没有任何装甲保护飞行员和油箱,油箱也没有自封装置和灭火设备,很容易被击中起火,而且俯冲速度也不快, 但爬升率和转弯半径机好,野马战斗机一直使用到朝鲜战争为止,早期它的高空性能不佳, 但它采用轻重量机体,新型螺旋桨,全世界塑料所仓盖,新型异形,机动性强。 各国的二战战机,各有千秋,也有各自弱点,战争中,善于利用对方弱点,与其对抗,更加重要。 喷火不但技术性能上在二战中是一流的,而且树栏上也位居世界前列。 据统计,陆基型喷火总产量为22907架,一说为22759架, 舰载型海喷火总产量为256架,一说为2408架。 喷火连续生产了12年后,在英国本土于1947年停产。 在英国以外,1954年4月1日,马来西亚放置的最后一架喷火MKL-19型飞机出场。 如此强悍的战斗机加上如此多的数量,是的,二战中美国的喷火战斗机对抗日本的零式战机就显得很轻松了, 被美飞行员戏称为猎杀火机也就不足为奇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